李哥 你为什么不当面揭穿他呢 相反的 我觉得他都要承认了 你还把他给打断了 你听我跟你说啊 从现在开始 这件事情你我都烂在肚子里 听见没有 这到底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你照办就是了 哪来 那也不和小嫂子说了吗 当然不说了 那你们俩可是夫妻呀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这夫妻之间不是也有隐私吗 哦 我知道了 可是我还是 我是 那电视啊 正在放生活节目呢 你快去看看 快去呀 看来简屏还没发现 你说我 为了儿媳妇 我这一着急 我怎么 我 我 我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办这事呢 不行不行 不行 待会儿陈建平他们两个要去追见 我得把那包东西给我给送回去 送回去 送回去 我得给送回去 对了 一会儿媳妇把那蹄子给拿污去 坏了 皮子呢 谁啊 梅大姐 是我 小旭 刚迷糊 打电话干嘛 你说我应该怎么谢你啊 谢什么呀 谢你让我睡觉是最好的 谢了我累了一天了 测完老的测完小的 累到腰直疼 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快说什么事 梅大姐 你也太客气了 我只是随便这么一说 你就给我买了 这么一大包新鲜的蹄子 那得花多少钱呢 什么蹄子呀 你都给我说糊涂了 没买蹄子呀 我们家院里的桌子上 那一大包蹄子 不是你送的吗 不是 我就有这心为 没这能力呀 大春给你买的吧 如果是大春买的话 他肯定送到屋里来了 这里不有谢 这里边有谢 你等着啊 我过来 我这就过来啊 来 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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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姓什么 我姓王 叫王大春 王大春 你姓王啊 我也姓王 这么巧啊 你说 你该叫我什么 阿姨 我那么老吗 叫姐 我是你姐 叫姐 这帮人 当我娘还差不多 还让我叫她姐 叫姐呀 叫我 姐 我真叫了 这姐都认了 这酒啊 思梦 你得喝啊 当然 来 给我倒酒 这杯酒 跟上杯酒的味道 不一样啊 上杯酒 是服务生到的 而这杯酒 是我小弟到的 我得喝 慢慢的品 皮子呢 皮子呢 我的妈 吓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快啊 你 你看看你 衣服都没穿好 就跑到我们家来了 怎么 看这蹄子了 有戏 有戏 有什么戏啊 看你神神叨叨的 你能肯定 这蹄子不是大春买的吗 肯定不是大春买的 我都说多少遍了 那你不相信的话 我给他打电话 你问问他 头疼 得了你才喝多一点 就是啊 对不起 我先接个电话 别走啊 你快回来啊 快点啊 快点啊 喂 宝宝 大春 我问你 你今晚回来过吗 没有啊 那 那 那你有没有让谁帮我 烧点什么东西回来啊 烧东西 烧什么东西啊 没事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 让人给我烧东西了呢 别提了 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哎 王姐 刚才这小帅哥叫你什么 阿姨 可不是嘛 也哪有叫阿姨的 是怎么能叫你阿姨呀 就是啊 是 我有那么老吗 你看你连头发都不染 就是啊 也该染染了 你看你这头发 可不是嘛 哎呀 我不喜欢假的东西 又来了 嗯 头发染了才年轻 你看我 你弟弟怎么还不回来 怎么还不回来呀 怎么了 就是 不是害怕走了吧 不是 小弟 赶紧叫他回来 过来倒酒 小弟 赶紧过来 谁啊 是客人 他们在叫我呢 这样吧 你我先进去了 你赶快休息啊 嗯 好 嗯 好 拜拜 你看吧 我就说不是大春 那会是谁呢 回来了 对不起啊 坐 不 我们酒店有规定 服务人员上班时间 是不能与客人一块坐 我是你姐 坐 坐 我真的很抱歉 我们酒店有规定 不然刘总会处罚我的 你们刘总算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让他开这个酒店 他就能开 我不允许他开 他明天早上就得关门 你信吗 你不知道 王姐在这消费 完全是给刘总个面子 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啊 傻小子 明白了 明白了就坐下 坐坐坐 坐 快 坐呀 你放心 你的事情 我会负责的 你们都看见了 今天 我又认了个弟弟 这个弟弟可不能白认 拿着 不 这我不能拿 这我绝不能拿 你拿着 你拿着 拿着 这就算是个见面礼 他不能让你白认 你这个姐姐呀 可爽快了 我就一个字 爽 你真是笨呢 你认我做姐姐 吃不了亏的 快快 就是 快拿着 拿着呀 可是酒店有规定 服务员是不能收小费的 又是规定规定的 你要记住你现在的身份 不是服务员 你是我弟 就是 我给我小弟钱 谁敢管 你好好认这个姐 这万八千的 对她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你要是把这个姐认好了 那可不光是钱的问题 可是 我认姐姐 不是为了钱 我可以叫姐姐 可是钱 我是绝对 绝对不能收的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要钱 听见了吗 都听见了吗 她不要钱 我告诉你 姐姐呢 有不少的弟弟 亲弟弟就有三个 表弟有七八个 我这个 甘弟弟呀 数都数不完 可他们一个个 都是见钱眼开 他们恨不得 把你姐的骨髓 都给吸完了 你居然告诉我 你不要钱 好 就冲你这个 你这个弟弟 我认定了 我再拿出一万块钱 拿着 我 拿着吧 不不不 你不拿呀 好 大货机 在这呢 你不拿 我就把钱烧了 你干什么 傻小子 你可别惹你姐生气 给 拿着 他要是发起脾气来 这个酒店 他都敢点着了 拿着 快 拿着 拿着多好啊 别惹你姐姐生气 这还差不多 没事 你先回去吧 谢谢 这 干嘛呀这是 怎么让他走了 王姐 你就这么放他走啊 这 这不便宜那小子了吗 是 你就 你就不能让他走 让他坐在这儿 就是 你看你们闹腾的 一个个都没品味 这做人呢 要讲究品味 喝酒 就得品味 你说这酒 要是一口就干下去 辣不辣呀 有意思吗 但是 你如果慢慢地品 慢慢地品 品字怎么写 品字谁不会写 三个口 三个口 行了行了 三个口 你们三个人 正好有三张口 那就是品字 王姐 该不会你是想让我们这三张口 跟你一起品吧 你们敢 我告诉你们 我认的这个弟弟 你们想动他一根汗毛 我可跟你们没完 那是啊 你王姐的专业 是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 都是喜欢来真的 我 我只能 一口一口 慢慢地品 那彭大春龙是谁呢 你跟我说实话啊 我怎么知道是谁送的 别装傻 你心里明白这人吧你 我要是心里明白的话 我还能认为是你给我送的 那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有两人 哪两个人 一个是刘总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他对你可上心了 二百块钱工资不是刚给涨上去吗 能吗 能 一定能 他那个人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对他早有所了解 绝对是他 又如果是他 就 我给你分析啊 没大姐 你别给我下分析了 我想睡觉 你 你把我吵起来 你 你 你这睡觉了 我没分析完呢 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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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睡觉 你听我没分析啊 为什么说是刘总干的呢 第一 刘总对你一直是想入非非 耿耿于怀 他干嘛要对我耿耿于怀啊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那刘总在你面前一见着你 那脖子老是这么耿耿的 一直想把你啊 老他怀里去 这不是耿耿于怀 这是什么呀 我的姐姐啊 原来耿耿于怀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第一次听说呢 这个词就是给他设计的 他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你分析的不对 你想啊 刘总他那个人 他那么有钱 漂亮女人多得是 他干嘛要对我放长线钓大鱼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男人呢 贱 你如果真是个轻浮女子啊 比如说你现在跟他上了床了 他现在早对你不感兴趣了 就是因为你一直没答应他 他就是要吃你这颗葡萄 干嘛送你蹄子呀 就是要吃你这葡萄 哎呀 你们别瞎说 我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这下工作者的料呀 我就是没碰着伯乐 我要是碰着伯乐 就应该把我送到官局去 我应该去侦察科 或者我去干刑警去 最合适了 都听你瞎说了 我还是不要 我这还没分析完呢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没分析完呢 第二 我问你啊 一般人买得起蹄子吗 好几十块钱一斤啊 是你舍的 还是我舍的 只有大款舍的 有钱人才买得起蹄子呢 我敢肯定是刘总 我看不一定 你想啊 就与刘总那人的个性 他能买这么一小包蹄子 他肯定得买一大箱蹄子 而且还会以领导 关心职工的名义 进咱们这个家门的 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啊 要不是他的话 就是那个送花的 送花的人 是啊 神秘送花人 如今又送来了蹄子 那更不可能了 你想啊 姐 我是晚上的时候 才跟你说的 我想吃蹄子的 当时就咱们两个人 旁边又没有别人在场 他怎么就知道 我想吃蹄子呢 有道理 刘总 交工是对的 不然你就犯大错误了 刘总 那我可以下班了吗 去吧 等等 刘总 还有什么事吗 加班费拿着 奖励你的 拿着 回去给赵二续买点水果 刘总 谢谢 谢谢你啊 刘总 赵二续快升了吧 还没有 你小子有能耐 去吧 好像没空车车了吧 你在楼下凑合一球算了 不了 我走回去 刘总 那我先走了 小续一个人在家 他会害怕的 去吧 好吃吗 嗯 好吃啊 你尝尝 那我尝一个 嗯 这蹄怎么扒不下来啊 不用扒 蹄子不用扒瓶 又不是葡萄 嗯 嗯 嗯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嗯 给 吃 比不得好吃 你说咱这辈子混的 嗯 长这么大 不知道皮子什么味 好吃 嗯 嗯 好吃 嗯 嗯 梅大姐 干嘛吃那么快啊 哎 哎 梅大姐 你 你 大概把他吃完了 嗯 大春回来把他都吃完了 哎 什么呀 我还想等大春回来一起吃呢 傻人 嗯 长得聪明 竟办傻事 那我怎么竟办傻事了 大春回来是不是得问你啊 这蹄子哪儿来的 嗯 在院里是桌子上捡的 他能信啊 大春里还得小心眼 有点什么事 他瞎琢磨 早上看见这蹄子的犯嘀咕 万一再怀疑哪个相好送你的 哎 我又没有相好的 我怕什么呀 万一误会了 万一为这这蹄子 闹离婚怎么办呢 哎呀 他不至于的 那可不好说 大春这孩子嘴闷 不知声 有什么事搁心里头 这种人呢 越是这种人啊 越爱走极端 听姐话 赶紧都吃了 哎 哎 慢点 你 你给我留点啊 这一下子吃完了 快点舍不得呢 我想领到明天再吃啊 领到明天吃啊 我帮你吃啊 来 千万别让大春知道 给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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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没干个贵心事 我怎么能干这事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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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剩这么点了 真没良心 陪你打半宿呢 对啊 你给我一串 啊 哪有婆婆吃啊 哪天上了西天了 梯子什么味都不知道 得 行 难去吧 那你赶紧走吧 回去睡觉去吧 我也得赶紧睡了 我睡了吗 我陪你一宿我睡了吗 谁不让你睡了 哎呀 一听到梯子 有戏 有戏 对那游戏 你看看你 衣服没穿好 就跑到我们家来了 像捉肩似的 大车回来了 大车回来了 大车 没大姐来了 你媳妇害怕 我就陪陪她 笑什么呀 我笑什么 没有啊 她没笑啊 我在这都看着呢 哎 你们小夫妻俩一块的哈 互相护着 走走走 我不跟你说一话 我走了 梅大姐 快回去睡觉吧 拜托拜托拜托 天都快亮了 我睡什么呀睡 那你就回去看新闻联播呀 看看伊拉克和阿富汗 你是不是又打起来了 哪阿富汗呢 伊朗 你媳妇还大学生呢 我看她点学完的 都学得离肚子里去了 大车 那也无帅气啊 我知道 你真的知道啊 真知道 记住了啊 万一 滑溜锅了 你别怪我没杠了你们啊 慢走啊 没大姐 大车 笑什么呀 那你笑什么 我不告诉你 那我也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的话 你可吃老大的亏了 那我要是不告诉你 你不但吃亏 而且吃的亏更大 你先告诉我 你先告诉我 我是女的 好男不跟你斗 且告诉我吧 偏偏我就不是好男 所以你先告诉我 真小气 你看 哪来的两百块钱呢 我想把它放到抽屉里 你等等 我看这两百块钱 给建平送过去 就跟他说 我拿了蹄子 不行了 一送钱 不就露馅了吗 这两百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发现 哪来的西装啊 谁的呀 刘总的 刘总的西装 怎么会穿在你身上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刚才梅大姐不是说我在笑吗 怎么了 你先说钱的事 再说这西装 这是一回事啊 怎么了 你这个月的工资只开两百块钱 你先听我慢慢说 刚才说我在笑对不对 怎么了 就是这两百块钱的事 你看你啰嗦的 你简单明了点说行不行啊 这不能简单 一定得从头跟你说 好啊 从头说 快点说 我昨晚吃饭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刘总让我穿上她的西服 去伺候四个老女人 什么 起来 我 不是 小雪 你先稳定一点啊 耐心听我说 我 起来 你怎么伺候的 我就是端茶倒酒啊 你没看别的 你别恶心我了 我给他们端茶倒酒 我都觉得够恶心了 还有一个女人叫 那老女人叫王思梦 她的头发全白了 居然叫我叫她姐 你说恶心不恶心 你叫了 当然叫了 叫了给一万块钱呢 一万块钱 是啊 她又接着又甩了一万块 到底多少钱 几万呢 两万 你拿了 我不拿不行啊 拿完以后你干什么了你 拿完 拿完我倒酒啊 王大春 你 你骗谁啊你 两万块钱就让你倒个酒 我真的是倒酒 我还怕他们对我会怎么样呢 可他们没有啊 所以 所以我倒完酒 我就走了 你骗谁啊你 还能有这样的事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 真有这样的事 那两万块钱呢 给刘总了 王大春你竟胡说 我没有骗你 不然你可以问刘总吗 他送两万块钱里 抽出两百块给我 说是给我奖励 当加班费的 小旭 我怎么会骗你呢 两百块钱就在这儿 你看 相信我吧 小旭 大春 你真没干别的吧 我真的什么事都没做 来快快坐下来 我慢慢跟你说好不好 我刚才在笑 是因为那个老女人 叫王思梦的那个 让我叫她姐 我先是觉得可悲 后来又觉得可笑 突然觉得开心 才跟你讲这件事的 大春 咱可不做那样的事 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一想到刘总那个人 他也有点太黑了吧 先让我服侍那四个老女人 又说我干出什么事来 就让我吃饭兜着走 我当然清楚了 他是利用我来钓鱼的 刘总这个人哪 最擅长的就是 放长线钓大鱼了 宝宝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也是关于刘总的 刘总什么事 你等一会儿 你看这个 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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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我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只看见这蹄子了 刘总他敢打我的主意啊 门都没有 管他呢 反正我正想吃蹄子呢 这不一定是刘总送的吧 不是他还有谁啊 说不定是别人送的 没别人 肯定是他 来宝宝 你也尝一颗 正好啊 你要再回来晚点的话 都让梅大姐给吃光了 来 尝尝 你吃就行了 我都吃过了 你尝一尝啊 我不吃 我不爱吃 你就吃一颗 就一颗 一颗都不吃 宝宝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担心 我和刘总的事 你 我和刘总不可能不会的 放心吧 我困了 我过去睡觉了 那我也困了 你洗把脸过来睡吧 不了 我去小屋睡 你就过来睡吧 我是怕我 都困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心思啊 我是怕我在睡梦中 会不老实 累了 你先睡吧 我过去睡了 那我先睡了 我太困了 你也早点睡 睡吧 乖 好好睡 嗯 梯子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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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嫂子 老嫂子 快快快 放这放这放这 放这歇会儿 不累不累 看你累的 快歇会儿歇会儿 你这是干什么你说 你一天怎么就那么拼命呢 我问你 你不要这命了 多干点活儿累不着 你看你瘦的你说 你看你穿的用的 我说你不至于吧老嫂子 你说咱一天抱抱狗 玩玩多好啊你说 大淑不是还没娶媳妇呢吗 我这多给他咱俩 我说你呀 这一辈子可真是的 你看看 谁还像你现在这个样啊 吃的穿的 不愿天不愿地 就愿我自己 我要是有点能耐 哪怕长得周正点 不这么丑 不也能给儿子长点脸吗 他那媳妇 不也早娶回来了吗 要都照你这么说 咱们村里那些 比你还丑的 那 哎呀 我说的不是你啊 我丑做么还不知道呢 我不是说你丑 我 你说你呀 你自己 总 总跟自己过不去 你自己笑话自己 哎呀 你说 我跟你说 大淑长得挺顺吧 你要给他找个丑媳妇 他心不甘呢 我呀 拼了老命 多干点 多挣点 给他盖几间新碗棚 多备点彩礼 那提亲的人 不是就上门了吗 那倒也是啊 哎 前几天啊 来了个姑娘 这个模样啊 长得还不错 就 对了 就 就站我这 向我打听 你们家在哪 我就给他指了 哎 他一看呢 那俩就变了 什么话也没说 扭头就走了 我看啊 八成是 嫌你们家没财产 哎 哦 那什么 我先回去 哎 来来来 来 我帮你 来 来 来帮我一下 哎呦 这个沉了老嫂子 你这何苦呢 累坏了 哎呀 老嫂子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别太拼命了 哎 听着没有啊 哎呦 真是的 哎呀 我说老嫂子 别这么累了 哎呀 这是何苦呢 你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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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事呢 咱家里来个朋友 来一朋友 男的女的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给人做饭去 娘 你先到二叔公家坐一会儿吧 人家来了不做饭哪成了 不成 那哪成了 我给人做饭去 就两个小时 娘 坏了 小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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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小秀 你等等我 小秀 小秀 她是你娘 是啊 可是我 你怕我看见她 不是 不不不 你还没吃饭呢 我已经饱了 吃什么 小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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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嫁给我又不是嫁给我娘 我告诉你 我娘虽然长得丑 可她是我娘 是我爱的娘 是我最好的娘 我都已经认错了 你这给我回家吧 你放心 我会给这个小秀认错 我求她认你这个娘好不好 你给你跪下 好吧 我去做吧 儿子 你都随便 嗯 你这个家 你让我去吧 我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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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头你戴不起头 我就戴得起头嘛 大川 就因为你有这个丑娘 搅和着你们俩离婚 那你娘还是人 我还是人 娘 一步错百步外 我能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呢 我本来卖了房子 经常给儿子送钱 是为了给儿子 长点脸 让儿媳妇瞧得起 没想到 这件事要让你媳妇知道了 她嘴上原谅你吗 她心里能原谅你吗 她能相信你吗 你今后能有好日子过吗 娘 这不行那不妥 我该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呢 我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 我恨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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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川 妈 妈 妈 回来了 提子 妈 给我的吧 给我买的吧 妈 我看得很动 我看得很动 妈 给我吃一块 妈 给我的吧 妈 给我妈 不行 她就没用 说不行就不行 你答应给我买蹄子的 妈 我的腰 你把我的腰甩舌了 你听妈妈说 你听妈妈说 这蹄子给奶奶买的 妈 给我吃吧 妈 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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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不行 说了不行 不行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了 你听妈妈说 你听妈妈说 不许闹 你听妈妈说 这蹄子是给奶奶买的 不是给你买的 下来给你买好吗 你听妈妈说 你别 就一颗 你听话说 就一颗 就一个 就一个 张嘴 好吃吧 好吃吧 好吃 不行 不行 再吃一颗 不说好的吗 你这还说话算不算话呀 就一颗 不行 我就再吃一颗 不行 我打他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给奶奶的 说好了吗 给奶奶的 不行 我不吃 我不吃 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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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你瞧 再吃最后一个好不好呀 最后一个啊 嗯 真的 嗯 嗯 吃完给奶奶送去啊 奶奶看你多高兴啊 来 不去 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不去 脏 这孩子白痒 我跟你说 没人我还躺着看着你管吗 当你老了 我再管你呗 再给我一个 去 走 走 走 妈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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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你啊 你瞧瞧 你瞧瞧 刚给你洗干净 你烧给你收拾完 都会扯了 什么意思啊 干嘛呀你啊 都会扯了干嘛呀 嗯 不干了是不是啊 不干咱的事 穿过扔扔就不会完了吗 嗯 你老不死你可真行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要 你干什么呀你 你到底干什么呀 你说话呀你啊 你老东心里明白着呢 你就想把我给折腾死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要把我折腾死 我看谁伺候你 你说话 有本事你说话 嗯 你别比划了 你有本事你说话 你比划什么呀你比划 你再比划你倒霉儿子也比划 你以后不回来 怎么着 有本事要不你给我修了 啊 你给我修了 坏了 我看也赶不上我 我这好心好意拿着蹄子 我 吃不吃啊 不吃我拿出去喂狗 单单我才给他吃两个 张嘴 嗯 什么味啊 嗯 嗯 跟脯子不是一个味啊 啊 记住了 记住了啊 你记着是外国人吃的 你现在吃了你也成了外国人了 啊 哪天你一蹬个腿 我也不管你是去阎王爷那儿暴躁也好 是去老天爷那儿暴躁也好 你别忘了告诉他们 是你那不孝的儿媳妇 没秀英 把这蹄子塞你嘴里当 张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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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孙女我都没舍得给她吃 吃这回没吓回了啊